好 还有点时间 我也让丽将军讲一下这个俄乌 俄乌的这个动态也很多 第一个这个丽将军关心的红军村 上个礼拜我们说剩8公里嘛 那跟丽将军的推测完全一样 到今天只剩下4.5公里了 所以马上就要决战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哈尔科夫的购物商场被击中 这个飞弹是以垂直角度击中 还有我们看到乌克兰确认 效忠乌克兰部队有哥伦比亚的雇佣军 各国的雇佣军 目前都是俄罗斯的这个摧毁的目标 还有关于这个F-16的坠毁 到此刻为止没有真相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位乌克兰的国家高官 他是安全跟国防委员会的副主任 乌克兰的高官自己说什么 说是被乌克兰自己武装部队的 爱国者防空飞弹击落 那话一讲完之后不得了 乌克兰的空军司令就气炸了 去骂他诽谤空军 败坏美国武器制造商的信誉 自己人内讧 谁讲的是实话呢 另一头我们看到这个 普丁最近要去访问蒙古 那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他第一次访问ICC的成员国 国际刑事法院 不是后来要通缉他吗 那过去他有出访 但是出访的都不是ICC成员国 这次是第一次能怎样 会怎样 当然这个乌克兰就呼吁蒙古去抓普丁 当然是不可能 客公发言人就说 没问题我们跟蒙古朋友进行了很好的对话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了去抓蒙古去抓普丁事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普丁这个动作很大 我觉得就是普丁现在来讲 他要去蒙古 他去过总共七个国家了 开战以来 这七个国家其实上面都没有签订 都跟ICC没有签约 所以他可以去 那现在来讲 这次蒙古是有签约的 所以蒙古合理来讲 你必须要逮捕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 他就是打脸你这个ICC组织 国际刑事法院 跟这个乌克兰 所以很明显的是这个意图在里面 那第二个我想说这个F16 我先问大家 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大家猜猜看 我们这个爱国者飞弹 这个发射的权是在飞弹指挥部吗 其实不是飞弹指挥部 有权发射 你知道是谁才有权下令发射爱国者飞弹吗 叫做AOC空军作战指挥部 然后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飞弹是属于空军还是陆军的 其实是空军的 这个区域防空的飞弹是空军在管 然后野战防空的飞弹 次争飞弹是陆军的 所以说这个防空作战其实是蛮复杂的 你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避免误及自己飞机 所以我们来讲的话 如果说一个防空作战 你不管是各种管制手段 你要非常的精确 然后怎么样避免误及自己的飞机 你不是发现一个目标你就打 所以我觉得说 很可能这架F-16是被自己的 这种爱国者飞弹击落 一定是这样 因为这东西当然时间上面有限 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 你知道发射权责就很复杂 你如果说不是在军中 不是在这个 你没有经历过这段不知道 以前我们防空飞弹原来是陆军的 后来改编成空军 为什么因为空军它防空飞弹 一定要跟飞机能够一起的这种结合 在一个指挥链之下作战才可以 所以是空军来负责发射 这个爱国者飞弹 所以为什么空军事件被拔掉 所以显然它的整个指挥系统 是有大问题的嘛 整个指挥系统出了很大问题 因为我们防空作战来讲 你必须要像我们有很多管制措施 比如说是自由射击区 或者限制射击区 或者什么区块经过协调以后 才能够射击或者是什么目标 用飞机来打什么目标用飞弹来打 其实那是很复杂的一个 火力资源协调中心 我们打仗我们都知道 有助产中心有情报中心 还有行政中心后勤中心 还有一个叫火力资源协调中心 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自己空军来讲 乌克兰来讲他人员训练不够 或者是说他的指挥通讯出了问题 才发现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糗的状况 当然这架飞机坠毁之后 我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敢再用 这种飞机随便去打仗 当然他这个建立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 你人员的训练 那我特别要讲 我们台湾上次汉光演习 去中心化指管 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你敢不敢去中心化指管 像我们来讲的话 申请空员都要直接 我陆军了 我一个营长 我需要空军来支援 我都要跟AOC来做申请 就是A就是空军 空军作战指挥中心 它是一个联合管制的一个地区 那如果说是我们去中心化指管 你授权各作战区施令 他自己就有权去按这个发射的按钮 那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 极弱自己的飞机更大 那尤其是欧布莱恩 根本在胡说八道 你这派出所你放吃针飞弹 我觉得你这根本就是 对军事完全不懂 纯粹只是为了在这边 推销美国的一个战略构想 然后糊弄我们台湾老百姓 很遗憾的 绿营很多的人对于这种军事尝试不足 然后也跟着瞎起哄 瞎配合 然后欧布莱恩还这样子 还获得蔡英文颁给一个勋章 那是勋章 勋章位阶比奖章还高 你说对我们台湾是不是一种侮辱 对 立将军那你觉得红军村是不是快了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很快 这个距离四到五公里是什么概念 四到五公里是破极炮就可以打得到 所以我习惯用这种距离数据让我们观众能够了解 通常来讲我们讲说库斯克尔那边来讲 他攻进去大概三十公里 三十公里大概 这个俄军来讲要用榴弹炮打得到 那四到五公里就是破极炮打得到 一般来讲要两栋口径的 就是我们最常看到那种那种很简单 那是步兵炮 还不是炮兵的炮 步兵扛着就可以扛着跑着 那种一个炮管那种很简单 所以红军村俄罗斯是非拿不可对吧 他一定非拿不可 这个地方拿下来的话 俄乌两国我跟你讲 如果说是红军村被拿下来的话 就算是乌克兰 他从乌尔克斯那边能够顺利的撤军转回来 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也来不及了 就等于说你就没有这个调兵遣将的一个兵力转用 你这个态势来看乌克兰应该守不住 我觉得一定是守不住 所以说普京这个时候大拉拉的跑去蒙古去访问 我们这动作也看得出来 那为什么说这个苏立文这么着急的去找中国 跟中国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就给点面子 对不对 然后在我们大选之前 这个最起码这场战争拖到大选结束之后 不要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散开 你看现在包括F-56坠毁 代表他们这种空军管制作战的人才都没有 飞行员有 可是你没有地管人员 空军作战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之前大家担心的是飞行员 就没想到出这个问题出在地管人员 整个管制中心嘛这个我因为其实作战好你不是光一个 不是像古时候说是拿一个刀上去砍砍杀你中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去买LINK-22 我想蔡伟应该就听过这个LINK-22就是指管通勤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恒山指挥所所有指管通勤要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最胡闹的是上次说去中心化指管 这根本就没有道理 你去中心化指管最容易误及的就是自己人 我这边有特别在讲 在波安战争的时候美军已经够强大了 美军死伤人数里面有55%是被自己人误及的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战场的指挥管制 这种通讯联络 所以为什么要战场透明化 你根本就不晓得前面来的是敌人还是我军 你胡扯八扯去打城镇战 就是乌克兰前车之剑血淋淋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